原调题 欧盟加快推进房屋一体化国际试点 欧洲国家一系列房屋合作项目的实施将大幅 提高欧盟房屋的独立自主性 正如建立欧洲单一市场需要时间一样 欧洲共同房屋体系的建立也需要时间 美国不再可靠以成为欧洲都国的普遍感受 欧盟为此不断强化房屋合作线路径 正在德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1月18日再次呼吁欧洲在房屋和安全上 肩负更多责任 包括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来保护欧洲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近日撰文披露 随着欧盟继续寻求深化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 一支欧洲军队已经成型 有分析指出欧洲军事探索欧洲防务独立的一条新路径 但未来能走多远值得关注 据话 欧洲国家应在2020年左右建立一支欧洲军队 并胜利共同防务预算马克龙18日在位 于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讲 再次呼吁建立欧洲军队 让欧洲在防务和安全上肩负更多责任 防止欧洲成为其他大国的棋子 且绝不接受欧洲沦为世界政治的资料角色 马克龙已多次强调 欧洲防务不能完全依赖美国 欧洲需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 从而提高欧洲独立自主的防务水平 德国总理默克尔19日表示 德国和法国即将签署的新友好条约 将明确两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德法加强合作 将为欧洲一体化注入动力 此前默克尔以明确表 是 支持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 他说 鉴于形势变化 欧洲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冯德莱恩近日在德国主流媒体商报发表文章称 随着欧盟继续寻求深化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 在德法两国的共同努力下 一支欧洲军队已经成型 冯德莱恩称 正如建立欧洲单一市场需要时间一样 欧洲共同防务体系的建立也需要时间 到目前为止 欧洲在建立联合防务部队方面 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马克龙的欧洲军设想由来已久 2017年9月26日 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 阐明自己重塑欧盟的具体主张时 就推动欧洲防务独立与合作 提出了一个新设想欧洲干预倡议 根据这一设想 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应在2020年左右 建立一支欧洲军队 并胜利共同防务预算 一年多来 欧洲干预倡议步步推进 2018年6月25日 法国 德国 英国 荷兰 比利时 大麦 爱沙尼亚 西班牙和葡萄牙等 九个欧洲国家 在卢森堡签署 欧洲干预倡议一项书 同年11月7日 芬兰也签署了倡议 欧洲干预倡议签署国 还在巴黎召开该倡议框架下的首次部长级工作会议 确定了2018-2019年度军事合作主要方针 进展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 开启了欧洲共同防务建设 新的一页欧盟在防务问题上 长期依赖由美国主导的北约 但近年来 发 得的欧洲大陆国家 开始更多强调战略自主 全力推动防务合作 加强自主行动能力 近期 欧洲理事会新批准了17个防务合作项目 获批项目是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下的新增项目 包括研发新型导弹系统 建立情报学校和网络防御 研发新一代欧洲无人机等领域 旨在全面提升欧盟防务能力 2018年3月 永久结构性合作 首批17个防务合作项目获得批准 包括建立欧洲流动医院 联合军事后勤网络 以及特定军事任务的联合训练中心等机构 与首批项目相比 新或批项目凸显出高精尖特点 2017年11月 来自欧盟23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 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签署一项合作文件 旨在建立欧盟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 推动成员国在欧盟安全和防务领域 进行更紧密合作 永久结构性合作 是欧洲一个兼具包容性和约束性的合作框架 欧盟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 参与国共同发展防务能力 投资防务项目 以及提高军事实力 同时需旅行定期增加国防预算 投入一定比例的军事研发技术等承诺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 建立欧盟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 开启了欧洲共同防务建设新的一页 而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下的这三十次项 军事项目获批 则是朝着建立之欧洲军又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一系列防务合作项目的实施 将大幅提高欧盟防务的独立自主性 加快欧盟防务一体化进程 按照新的计划 欧盟还根据防务合作项目 对成员国进行了分工 例如德国负责研发新一代欧洲无人机 计划于2025年完成 意大利将负责开发一种防务系统 又应对微型无人驾驶飞机的威胁 并负责开发一个独立自主的太空军事监测网络 捷克将先头完成一个提高欧盟电子战能力的项目 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支欧洲联合电子战部队 此外 欧盟25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 还决定扩大欧盟联合军事行动指挥中心 该中心今后不仅执行在马里或索马里的军事培训任务 还将执行更广霸的任务 如在地中海打击走私活动等 前景建立欧洲军的计划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能走多远还不得而知 舆论分析指出 欧盟防务合作步伐不断加快 与欧盟面临的安全困境密不可分 近年来 欧洲多次遭受恐怖袭击 难民潮 自然灾害 网络攻击等问题 给欧洲安全带来严峻考验 这些因素为欧洲国家建设新的防御型军事力量 提供了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 处处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从退出一和协议到威胁退出中到条约 美国不再可靠 已成为欧洲都国的普遍感受 这迫使欧盟不断强跨防务合作的先路径 一些欧洲防务专家指出 建立欧洲军的计划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能走多远还不得而知 目前脱离被援框架的欧洲军 已经引起美国的紧急和反弹 与此同时 欧盟各国之间的防务重点却别较大 内部协调不易 分析指出 尽管法德都支持建立一支欧洲军队 但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 普遍不赞成建立一支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欧洲军 更希望北约在欧洲集体防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已经有十个欧洲国家 坚属领欧洲干预倡议 但建立欧洲军的设想 目前还处于协商和讨论阶段 相关国家对该问题分歧不小 你和分歧可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欧盟代表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此前表示 欧盟是政治联盟 不会成为军事联盟 欧盟在防务合作方面的努力 将对北约起的补充作用 也有助于加强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实力 本报布鲁塞尔医院二十日电 作者 任宴 请不吝点赞 转发